OdioJungle 导人还是有多次古代小说改编电视剧的成功案例的余政 但是这次却意外之中被网友喊停 发声不忍之事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首先电视剧粉球黄算是还未拍好 就已经早早超约待消了 原定女主角是杨蓉 后来官方发表声明 由关小彤出演 对于投资方和拍摄者来说 这当然好了 紧赚杨蓉的粉丝 又消费关小彤的热度 电视剧还愁火吗 事实相反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那剧宣传的天花乱坠 也是没人买账的 前期这么多手段用来宣传 可想而知 余政这次又没拍好戏 怎么说呢 因为只有一部戏 本身没有什么值得讲的优点时 宣传中 他的花边新闻才会远远多过对于这部剧本身的讨论 余政的场景色调也是很值得说一说的 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 用力过猛 用力过猛的大 剧中所有的角色都是清一色的宽袍白衣 不管是尊贵的大王 还是普通的男宠 简直让人审美疲劳 什么一件如指物中身 这下都变成了一件大白菜眼瞎 整部剧还被套上了一层不知名的滤镜 透着一种褪色的商业摆拍的虚假 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看该去的豆瓣评分 三点云分 这个分数是什么概念 可能比关小通之前拍的极光之链 还要查一个当次 总之凤求黄这部剧烂 还不是全烂在余政手里 方方面面的问题 电视剧人要且行且